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依然避免不了走向衰亡的命运 他的规律 他的繁华 也在这一刻轰然轻浮 那么西州王朝最终走向末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西州灭亡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辛酸往事呢? 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史话仙秦篇第十集 宗周伦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周立王死后 贡博和桓正就由周宣王即位 他非常想要使得西州 走出历史的风铃渡口 摆脱灭亡的命运 周宣王在位 他改革内政 改善对外的这种关系 任用众山府 引吉府等名臣 在周宣王时代 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诗经上这样赞颂周宣王 说四方济平 亡国树定 也就是说周宣王时代 四方都被平定 周王使也得到了安宁 可以说经历了幼年时代的 这种乱离 周宣王是一位历经图治 奋发有为的君主 可是这样一位君主 在他的晚年 也有一些政策适当的地方 这种政策适当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 为了不断加强 周王使的权威 他以这个天子的身份 干涉鲁国的内政 就鲁武功有一次 他带着儿子 一起到这个周朝来朝静 周宣王一眼就看上小儿子好 比你这个大儿子好 逼迫鲁武功 废掉大儿子 立小儿子为国君 这个国君呢 就是鲁义公 结果啊 等到鲁义公继位之后 这个鲁武功的敌长孙 就起来反叛 自立为君 鲁国发生内乱之后 周宣王又派军队 镇压鲁国的内乱 总之啊 这一番 从这个制造矛盾 到发生矛盾 到解决矛盾 都呈现出周宣王 对于诸侯国内部事务的 这种强力的插手和干预 其他的诸侯 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这之后啊 周王使的威信 有所下降 再加上周宣王晚年 对外用兵 多次失败 周王使的统治啊 又一次的岌岌可危 风雨飘摇 就在周宣王逝世之后 在危机四伏当中 西州的最后一位君主 周幽王继位 这个周幽王继位的第二年 西州就发生了一个 不大好的兆头 这个兆头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啊 西州在消灭商朝之后 建都浩金 又被称为 叫做宗周 过去的浩金周围啊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支流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河流 有落水 净水和温水 就在周幽王二年 浩金周围出现了三川镇 也就是说 落水 温水 净水 三川发生地震 执政大臣 博扬府就感慨 说国家 尤其是个首都啊 一定要依靠大江大河 这叫借德山川秀 天来景物兴啊 就这种地方 一定钟灵玉秀 说国必依山川 现在山崩川节 这是亡国之争业 博扬府认为啊 天地之间 自有他自己的这种秩序 如果这个秩序被打乱 一定是人扰乱了他 他还借用历史的 一种宿命观念去说 说西一落节而下亡 河节而伤亡 说一落 移水和落水断掉了 夏朝灭亡 河水就是黄河断流了 黄河枯竭了 被拥塞了 商朝灭亡 现在是三川接阵 周朝旁边的三条大河 一起发生地震 更何况 三川接阵的同时 齐山崩 大家知道啊 齐山是周朝的祖庭啊 当年周文王即将兴起的时候 说有凤凰名于齐山 所以后代人都说 凤名齐山是天命就要降临的一个好兆头 可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三川镇 齐山崩 可以说啊 这个兆头 绝非好兆头 那么这个兆头 有什么具体的表征吗 这就要和周幽王的个人感情问题 结合在一起说了 因为在周幽王在位的第三年 他爱上了一个他本来不该爱上的女人 这个女人啊 叫做宝四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 这个宝四 是什么意思 这个宝四啊 它不是姓宝名四 宝四这个女人 她姓四 这是和中国古代这个姓的诞生有关系 大家认为啊 是因生一次性 姓是生下来 为了区别血统的 所以呢 上古的很多姓氏 都带女字旁 凡是带女字旁的姓氏啊 一般都比较古老 渊源比较深 所以宝四的这个四姓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 这个宝四啊 它是姓四的一个姑娘 宝是什么意思呢 宝是一个小国 是一个地狱 叫宝国 宝国在哪里呢 宝国在今天的 陕西南部的汉中这个地方 汉中附近啊 有一条河流 叫做宝水 宝国极有可能就是宝水旁边 这个因水得名的一个小国 所以我们这样一解释啊 我们就知道 宝四这个姑娘 其实啊 她实际上就是宝国的一个姓四的女子 她的真实姓名 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了 我们只知道宝国有一个四姓的姑娘 她被这个周幽王爱上了 周幽王是西州历史上的第十二任君主 也是西州的最后一位君主 众所周知 在她的一生当中 曾出现过两位影响其命运的女子 一位是一贫一笑都令她魂牵梦绕的宝四 而另一位便是她的第一任王后 身后 那么回顾周幽王的一生 她与宝四身后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纠葛 历史上的身后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周幽王啊 闭爱这个宝四 宝四还为周幽王生了一个儿子 名字叫做伯福 周幽王特别喜欢宝四 也就顺带着特别喜欢宝四 为他生的这个儿子 当伯福出生以后 周幽王就动了一个 他本来不该动的念头 就是周幽王想把自己本来的这个太子 叫做遗旧 把他废掉 把遗旧的母亲 这个母亲呢 因为是申国国君 申侯的女儿 又被称为叫做申后 因为申国的国君姓姜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做江后 周幽王想废掉太子遗旧 顺带着废掉江后 立这个宝四为王后 立宝四的儿子伯福为太子 我们可以说 周幽王的这个念头 可谓是动歪了 为什么说动歪了呢 首先 申后的来头非常大 为什么说申后的来头比较大呢 我们有这样几点的证据来证明 第一点 申后的父亲申侯 是周幽王的父亲 周宣王时代的大功臣 而且申侯的叔父 叫做申伯 这个申伯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周立王 生下周宣王 换句话说 这个申后的父亲申侯 实际上是周宣王的表兄弟 这个申伯是周宣王的舅舅 如果仅仅是王室的裙带亲 也还罢了 这个申伯啊 实际上是从立王到宣王时代 非常重要的大功臣 当时周宣王为了抵挡南方的金楚势力 他就把自己的舅舅申伯 就封到了一个叫做谢的地方 而且周宣王还派大臣 专门帮助他舅舅申伯 在谢帝修好了这个宫室和城池 不但在谢帝修好了宫室城池 这个舅舅申伯临行 准备搬家到谢帝 还专门举行盛大的宴会 送他舅舅走 当时的这个名臣 也是诗人叫尹吉辅 就做了一首诗 叫做《大雅松高》 就是这个赞颂周宣王的舅舅申伯 就封于谢帝的这个历史进程的 这首诗上这样说 松高为月 俊极于天 为月将神 升辅吉身 为身吉辅 为咒之汉 四国于藩 四方于轩 这几句诗的意思是 威威松山 高耸云天 高山降临 升下辅国和升国 升辅二国 辅佐王室 藩国屏障 天下圆强 那么里面提到了一个府 这又是怎么回事 因为申伯啊 他是江姓 姓江 这个府国啊 就是原来的吕国 吕国 申国 都是江姓的国家 传说他们的祖先 是四月 他们是四月的 这个月神的后代 所以啊 他们两家 说是松山的这个 灵秀 升了这个 福国和申国 这首诗当中 可以看出 这个周天子的这个名称啊 华丽丽的赞颂 这个申伯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申伯 就是身后的书族 所以可见人家家 家世之大呀 假如只是这一两代的关系啊 还则罢了 我们还要知道 这个身后家族 它还有一层 对于周王室来说 非常特殊的血脉联系 那么这种血脉联系 就要从身后的 这个江姓说起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江姓啊 传说是四月的 月灵之神的后裔 周朝的封国当中 申国 吕国 齐国和许国 等这个诸侯 都是江姓的这个国家 荀子曾经说 周朝初年 分封天下 封国七十一 同姓五十三 剩下的这十几个 是这个非基姓的 异姓诸侯 可是这些异姓诸侯里面 第一大家族 就是这个江家 周王室的先公 就是周太王 叫古宫胆妇 古宫胆妇的妻子 是太江 姓江 传说啊 周五王的王后 是江上的女儿 就是江子牙的女儿 姓江 从五王到幽王之间 这些十几代周天子当中 也有周天子的王后 姓江 第三个 周朝的始祖 就是江家人生下来的 大雅当中有一篇诗 叫做声明 声明当中 记述了周朝的开国史 周朝的最初的始祖 叫做契 契后来因为是农神 被称为叫做后继 后继的母亲 就是整个周王室 姬氏家族 最初的那个老祖母 这个老祖母 叫做江源 姓江 通过这个关系 我们立刻就知道 什么结论啊 江家和姬家 是世世代代的婚姻关系 有点像《红楼梦》里的 这个贾史王靴 四大家族一样 有各种各样 盘根错节 错综复杂的 这样的裙带关系 江家跟周家 是世代的婚姻联盟 是周朝的外家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婚姻联盟 是在周朝每一次关键时刻 都坚定不移 支持周朝的这种婚姻联盟 可以说是周人 最可以依靠的外部势力 所以通过以上观点 我们就能明白 周幽王的王后 江后 有一个显赫的家族 讲了江后家族 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看这个包四 包四的绅士 不但不能跟这个江后家族比 包四的绅士 还有点恐怖 甚至带着一种历史的诅咒在里面 与拥有强大家族支撑的身后不同 包四不仅没有可以拿得出手 站得住脚的身份 他的出生更是被后人增添了一份 离奇的色彩 眉目艳角月 一笑清澄欢 也正是这样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女子 成功俘获了周幽王的心 得到了她的无限宠爱 魏伯美人一笑 周幽王甚至不惜做出 一件件令人震惊的举动 那么包四的身世 究竟有何离奇之处 西周的灭亡 又与包四有何关联呢 就当周幽王想要废掉太子 废掉江后 立伯福为太子 立包四为这个王后的时候 周朝的太史伯扬 就翻查典籍 他发现了一个传说故事 这个传说故事 被司马迁写到了史记里面 说是在夏朝就要灭亡的时候 有两条龙飞到了这个夏朝王宫的 这个宫廷里面 对着这个夏朝的君主就说 我们两个啊 是包裹的两位先军 夏帝就发现 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怎么办 赶快派巫师去占卜 占卜的结果十分奇特 说是把这两条龙的口水流下来 这个口水啊 字很难写 叫做池 说把这个龙池流下来 然后把这个龙赶走 这才比较吉利 于是啊 这个夏朝的君主就准备了一个华丽丽的木盒子 先举行一定的祭祀仪式之后 让这个龙啊 流下口水 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把这个盒子啊 把它封好 留下来 这个盒子 夏朝灭亡 就传到了商朝人手里 没人敢把这个盒子打开 这个盒子又传到了周朝人的手里 也没有人敢把这个盒子打开 结果到了周丽王的手里 他把这个盒子给掰开了 一掰开之后 这个盒子里面封印的这个龙的口水 就流在了周的这个宫廷当中 怎么擦也擦不掉 怎么去也去不掉 于是啊 这个周丽王就采取了一种巫术 他让一批妇女 裸体在这个口水旁边 鼓噪 就是这个喧嚣 这个口水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黑色的叫做圆 就是个大老鳖 变成鳖之后啊 就从周朝的前庭 就爬到了周朝的这个后宫里去 正好后宫里面 有一个未成年的女童 看到了这个黑色的大老鳖之后啊 很惊恐 跟她有了接触 又过了许多年 这个女童长大成年了 没有结婚 也没有丈夫 就突然怀孕 就生了一个女孩 所以啊 这个婴儿就被认为是怪胎 给扔到了路边去了 这一扔 又引发了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这个时代啊 已经是到了周宣王的时代 周宣王时代 民间有一个民谣 说掩湖积福 拾往周国 用桑木做的宫 这个叫做湖 用积木做的剑霞 如果看到这两样东西 周王时就要灭亡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 被称为叫做什么 被称为叫做秤语 就是啊 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前 会有一些这种流言 谣言 可以说啊 宝四身上的这个故事 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 预示着王朝灭亡的这种秤语和秤言 就是这个 掩护积福 十亡周国 周宣王本身是一个历经图治 是一个强势的君主 听了这个话之后 就非常恐慌和愤怒 他就派人去到处搜查 结果还就是发现了一对夫妇 在卖这样一个东西 周宣王就准备派人去抓他们 把他们杀掉 结果这对夫妇就逃亡 就在这对夫妇逃亡的路中 看到一个小孩 在路边 没人管 没人要 这个小孩是谁 这个小孩就是那个看到口水变得 黑色老鳖的这个女童生的孩子 于是啊 这对夫妇就带上这个被抛弃的婴儿 逃到了宝国 周宣王三年 宝国的国君宝侯 得罪了周幽王 于是宝国就献了一个美女给周幽王 这个美女是谁啊 这个美女还就是那个被遗弃的 不知怎么生下来的这个女婴 叫做包四 可以说啊 周幽王辟爱的这样一个女性包四 从她一出生 身上就带着妖气 我们这个妖气啊 是打着引号的 我们知道啊 司马迁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历史学家 可是作为理性的司马迁 怎么就写了一个关于宝四 这么奇奇怪怪的一个故事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就是关于包四身世的材料 实在是太少 甚至说没有 它没有办法 它只能依靠已有的历史文献 加以编排 史记当中啊 关于包四还有一桩罪恶 就是著名的烽火系诸侯 说这个包四这个人啊 他不会笑 周幽王就想尽一切办法 想让他笑 各种办法试了都不行 于是啊 周幽王就在离山下 点烽火 大家知道 这个烽火一点 就意味着有敌人来了 有警觉 于是风景一起 周王室周边的这些诸侯 就率领军队赶往离山 结果一到离山下发现 根本没有敌人 就是周幽王搞的一个恶作剧 这个包四看到诸侯们被骗的这个样子 很有趣 于是包四大笑 后来由于周幽王多次的顾忌重演 数次举烽火 骗这些诸侯 诸侯们渐渐的也就不来了 所以到周幽王最后倒霉的时候 再点烽火就不起作用了 可是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也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故事 这个作为历史学的学者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烽火系诸侯的故事不可能存在 理由有两点 第一点 烽火这种东西 一定要配合着赛墙使用 就是用来和敌人 表示边塞的区别的这种城墙 而且烽火这种设置 一直要晚到战国时代才出现 普遍被用用是汉代 所以啊 首先从时代上 烽火系诸侯 不可能 其次 从地理位置上 一般烽火呆 都设置在边境地区 离山下是周幽王 或者说整个周王室的离宫 周人怎么可能 在自己的离宫旁边 设烽火台呢 如果离宫都要举烽火预警 那周天子这个王脊地区的安全 可以说啊 毫无安全保障了 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离山上也不可能有烽火台 过而无论是从时间上考虑 从空间上考虑 烽火系诸侯这个传说 应当说完全是后人 为了污蔑宝斯 或者说是为了给西周的灭亡 找一个责任人 而编造的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它不可能存在 周幽王与包四的浓情蜜意 让包四背负了后世之人的无数骂名 同时也将他与包四送上了断头台 西周数百年的基业 随着周幽王的最终倒台 渐渐不复存在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西周的灭亡似乎早有预兆 那么西周灭亡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这个王朝的衰落 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史话先秦篇第十集 宗周伦亡 既然烽火西诸侯不存在 我们就要问 西周的灭亡到底责任人是谁 我们先来讲一下西周灭亡之后 谁是获益者 结局是怎么样 我们用这个结论啊 倒推历史的归因 或许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周伦亡被杀 周伦亡准备立的这个宝寺的儿子 太子伯父也被杀 于是申侯就把自己的外孙 周伦亡的废太子遗旧 扶上了王位 这就是后来的周平亡 由于啊西周的灭亡 本身就是太子遗旧的外公 申侯勾结曾国和犬戎 联合攻入了周朝的首都浩金 杀死了周幽王 而实现的 只是啊后来的局面失控 犬戎洗劫了周朝的王室境内 使得这个周天子控制下的 这个浩金附近啊 一片狼藉 所以这个太子依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从浩金搬到了裴都 洛邑就是搬到了洛阳 那么为什么周平亡要搬家 就是放弃关中地区 我想啊第一个原因 因为关中腹地已经被犬戎洗劫 残破不堪 这个原因啊是一个外在的原因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此时的太子依旧 已然被废 他的继位 背负着勾结外敌 士父士君的这样一个罪名 他在周朝的关中地区 无法面对这些老贵族 于是他需要到一个 他自己可以依靠的 这些力量的地方 而他所可以依靠的 就是江性势力范围 都在东方 所以他要搬家到洛阳 假如历史只是这样 我们认为 还不足以说明 西州灭亡的原因 可是我们细细地观察一些史料 还有一个小故事 值得我们关注 就是在周平王东迁的 前二十一年当中 其实周朝还有一个天子 叫做邪王 是周幽王的弟弟 当周幽王被杀之后 太子伯父也死了 于是周朝的一些贵族 就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 在邪帝这个地方 其实仍然是关中地区 通过邪王居住在关中地区 周平王居住在东方的洛邑 我们就可以看出 此时的周朝的王室 已然分裂成什么东西两大阵营 祝侯国当中 下坡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邪王被立起来的二十一年 靖国的国君靖文侯 承这个邪王去巡查的契机 杀害了这个邪王 从此把居于关中地区的 这个周朝的另外一个政权消灭 由秦靖两家 共同瓜分了原来邪王 所统治的周朝的关中地区 所以从以上这些史实 我们都不难看出 西周灭亡的根本原因 是周幽王在立太子的问题上 得罪了周朝最为关键的 婚姻集团 姜氏集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姜氏集团联合其他的势力 连起手来杀死周幽王 夺取周朝的政权 迫使西周东迁 使得西周灭亡 周朝有了一个新的东方局面 那么西周的灭亡 到底责任人是谁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说 从周立王专利弥谤 周宣王四处征伐 插手诸侯国事务 到周幽王更换太子 试图摆脱江姓势力 对他的束缚 如果我们把祖孙三代的所作所为 联合起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 西周晚期 周天子有了扩充天子权威 对外扩张 想要集权的这种诉求 固有的格局和固有的利益集团 不能满足天子扩张和集权的这种诉求 第二 无论是国人暴动 还是西周灭亡 我们看到内外诸侯贵族势力在不断作大 此时 纷纷到各地的诸口 已然生根发芽 伟大不掉 王室想要跟他们之间讨价还价 要权力 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说 西周的灭亡 正是周幽王 希望借用自己的儿子伯父 取代江姓集团的代言人 太子遗旧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来重新集权 加强王室的权威 结果引发了内乱 激化了各种矛盾 使得在诸侯的联合下 反扑了周王室 最终导致西周灭亡 讲到这儿啊 我们东周以前的历史 就全部讲完了 下面我们将讲一讲全新的内容 春秋第一站 谢谢大家